请帮我回一个1 能听见吗 同学们好啊 今天开始呢 我们来学习另外一款新娘的造型了 昨天咱们学的是黄罐装 不知道有没有同学回去练一下 今天呢我们来学一下 我们这个花仙子的造型 新娘花仙子的造型 这个花仙子造型是怎么来的呢 我估计同学们应该都知道 大概知道一点是吧 就是想当年咱们的范爷哈 霸气的范爷带给我们的 他当年是穿了一身花仙子的造型 出现在那个嘎那电影节上面 当时呢整个咱们国内的媒体就都炸锅了啊 然后呢 这股花仙子的造型热潮就一直浪到现在 一直是备受各大写真婚纱摄影的追捧 然后每一个新娘子吧去拍婚纱的时候 大概都会想来这么一套花仙子的造型 然后拍一个啊 因为她比较适合我们的少女心啊 真的是太好看了 然后咱们今天呢 学习目标就是可以掌握咱们的花仙子造型的基本制作啊 我们来看一下 咱们的学习目标是可以掌握花仙子造型的基本制作 然后咱们的阶段目标呢 就是可以学会两骨续发边边 两骨拧绳还有抽丝等基本的造型手法 然后这个两骨拧绳还有续发边边 我们之前都跟大家说过 不知道有没有同学还记得啊 然后咱们的课程学习方式还有作业要求呢 都是跟之前是一样的 同学们自己看一下啊 尽量的当堂的课作业能够完成 然后给我回到咱们那个群的相册里面就行了 好了 我们接着往下看一下今天的工具准备 尖尾书 气垫书 发胶 喷水壶 卡子 这些都是我们下半这几节课都必备的啊 这个之前也讲过了我就不多说了 这些课所用的手法呢 速马尾学过了 三骨变也学过了 两骨续发边边 两骨拧绳抽丝 手推花 今天重点呢是这个手推花还有出丝啊 上面这些我都跟大家讲过 然后重点手法手推花 步骤分解还有整体造型 一会咱们看一眼就行了 手推花看啊 大概出来以后就是这么个效果 这是咱们手推花的步骤 手推花的意思啊 也就是用手推出一个花来啊 就是把你的头发用手推出一朵花来 这是最简单的字面意思啊 好 咱们第一步 取一片头发疏顺并平均分成两份 这个很明白啊 平均分成两份 然后两骨拧绳 这个之前讲过的啊 两骨拧绳 拧至发尾 第三步 将拧绳的边缘抽丝 看一下哈 就是给它稍微扯出一点来就行了 这样让它更松散一些 更自然一些 第四步 在尾端 取中间一小束发丝 拉住发丝 将拧绳中的头发向前推送 这个呢 一会儿我会给大家演示的啊 放心 绝对不会把你的头发给你拽掉 也不会把你的 模特给他拽疼了 只要你手法对 一会儿我会具体给大家演示啊 看着仿佛很吓人的样子 其实很简单 第五步 将手推花拧转并固定 看 最后就成了这个一个这样啊 大概就是一个花的形状 这是一个简单的做成的案例 最后这一排全都是用手推花的这个手法做成的啊 一个简单的晚宴妆吧 下面呢就是咱们新娘花仙子造型的步骤分景啊 看一下我们霸气的范姨啊 虽然这俩女的也挺漂亮 但是还是范爷这张妖妹的脸还是比较吸引人啊 整体的这个妆容还有她的衣服 配起来 剩下的这些呢 都是根据她这个造型来的 演变来的 咱们今天的这个花仙子造型呢 也是根据范爷的这个演变而来的 每一个都不一样啊 看一下这个没有刘海 这个呢 她头顶上呢 应该也不是她这个四五遍啊 好 看一下咱们的步骤分解 第一步 将顶区头发梳好 并向下收成低马尾 看啊 顶区的头发收成低马尾 下面后区的这些还是留着的啊 这个简单的看一下就行了 一会给大家具体的讲 将右侧区耳边剩余的头发 编成三股变 从头顶绕到左侧区并固定 这边耳朵上方 取出一组头发来 编成三股变绕过去 这个非常简单啊 然后左边的也一样 左边的头发 取出来绕到右边 我给大家讲的都是大家能学会的 而且很简单 最后也形成了以后 也是很漂亮的啊 第四步 从左右侧耳后 取一组头发做两股续发边变 两股续发边变 就是之前跟大家讲过的 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 一会儿我会再给大家演示哈 到时候咱们再看 好 第五步 将两股续发边变做抽丝处理 并固定在马尾上方 看哈 刚才不是输好了一个马尾了吗 这个续发边变 编完了之后 做抽丝处理 并固定在马尾的上方 第六步 从剩余的头发 分成三份 将其中一份 做两股拧续抽丝处理 并最后固定在发际处 剩下的头发 分三份 昨天也讲过哈 只要是分份的情况下 都要分三五七九 分单数份 尽量不要分双数份 这样最后做出来的造型 会更立体更好看一些 第七步 将剩下的两份头发 依次做两股拧绳抽丝处理 并固定于发际处 剩下的就都一样了啊 然后第八步 将所有的头发 全部在发际处固定好 并做整体调整 最后调整完了 喷发胶就可以了 然后前面呢 我们要抽出两绿头发 来做成刘海啊 便用发胶固定住 最后将咱们的这个花罐 就固定在辫子上 前面不是刚才三股辫 盘在上面嘛 把这个花就固定在辫子上就可以了 看一下最后的整体造型啊 后面是这个样子的 前面是这个样子的 不过这是咱们的假模特哈 真人的话肯定比这个好看 好 今天咱们这个花仙子造型 大概的步骤就讲完了 再给大家重新看一下啊 从头看一眼 今天重要讲的是花仙子造型 然后重点的手法呢 是咱们这个手推花的手法 这是咱们手推花的步骤 大家先暂时看一眼 一会会给大家详细的想的哈 手推花的步骤 大家自己看一眼啊 抽丝 这个是抽丝处理 推送往前推送 这一步是重点 迎转固定 最后做成 就是手推花的一个造型 新年花仙子的造型 继续看一眼 先一个低马尾 然后左右两侧的头发 梳成三股辫 分别绕到对面去 然后将耳后的头发 做两股续发边边处理 边完之后做抽丝 然后固定在马尾上方 剩余的头发分三份 分别抽丝 固定在马尾处 看哈分三份哈 尽量的分三五七份 分单数不要分双数 全部固定完之后 调整一下 刘海给他抽出来 看啊最后 定上头饰 咱们这个造型就做完了 看一下啊 最后咱造型就做完了 好了看一下咱们的作业 作业呢 就是将今天的重点的手法 手推花自己练手 然后呢 我要求是做一个新娘花仙子的造型 如果你这个花仙子造型 觉得做的不好 或者是 不是很熟练 不想给我看 那你就做前面那个手推花的 明白吧 手推花的那个造型 那个也很简单 不过这个新娘花仙子造型 今天这个并不难啊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能学会的 所以最好是做这个 这个只是多了一个三股院 非常简单啊 然后做完之后呢 将咱们的照片给我传上来 就可以了 好吧 现在我们开始来我们的直播课了啊 我们就要开始实操了 好 好同学们好 先请我们今天第一位模特啊 我们的小英同学 昨天给大家介绍过啊 先来教大家这个手推花 第一步呢 永远是要把你的模特头发疏顺 如果觉得你的模特头发比较毛躁 怎么办呢 喷壶啊 喷壶 给它喷水 千万别迷上来就开始拿错了 喷发胶了那就麻烦了 喷完发胶咱这个发型没法做了 对吧 要是觉得 输不顺 或者你的肩尾输 你觉得输不顺的情况下 你就用你的气垫输 先来输一下 气垫输的尺子更输一些 它可能操作起来更容易 但是我这个头呢 已经输得很好了 一个尖尾输就足够了啊 现在我们手推花的造型 先给大家看一眼 先取前面的一组头发 从耳上啊 我比较习惯从耳上 取一组头发 然后 昨天学的拧转手法 还记得吧 昨天学过的拧转手法 如果不记得的 再看一眼啊 手 拿出这组 这组头发 转一下 这就叫拧转 这就叫拧转 拿卡子给它卡上 看见到了吗 我现在卡的是一个十字卡 发现了吗 这一个相当于一个明卡了 能看清吗 第一个卡上去的 大家都能看见 对吧 这叫明卡 第二个我卡进去以后 是不是看不见了 在这呢 基本上你是看不见了 这叫做暗卡 明卡和暗卡 昨天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一个是在明处 一个是在暗处 暗处是怎么做到的呢 只是把它卡到了头发里面 所以你看不见 很简单吧 还不清楚的 看一下昨天的回访啊 接着咱们来两股拧绳 把这组头发分成两组交叉转 我现在讲课速度呢 可能会略微的加快 因为这个已经之前讲过了 而且我们今天有两个发型要做 时间上呢可能会有点紧张啊 所以我讲课速度会快一点 现在到最后了 发现了吧 最后处 取出一组 一小组 拿出一小铝头发来 用你的一只手掐住了 另外一只手 往前推 看到了吧 就这样往前推 一直推到 推不动为止 你看它自动就成了一个花的样子了 对吧 这个情况下 这个情况下 你再给它摆 摆一摆 摆成一个 觉得 比较好看的一个形状啊 这个时候就是考验你 审美的时候了啊 你觉得怎么好看 就怎么来 并没有固定这个花是什么形状啊 没有这个具体的要求 拿卡子卡的时候呢 尽量的 把这个花和它 头皮上的头发 给它卡到一起 要不然的话 它可能会固定不住 知道吧 看 这样卡两个卡子 它就已经固定上了 是吧 然后再来做第二组 你就拿出一柳来就行了 并没有具体的要分拿多少哈 你拿的 嗯 这个感觉呢 怎么说呢 不要太多 太多的话 可能推的时候 并不是很好推 但是如果你太少了呢 推出来的花 可能也就没有那么大起 并不是很好看了哈 要适量 拿着这个头发量要适量 好了 接着 再取出一组头发来 一点点 一丝丝就可以了 剩下的往前推哈 这一根一定要瞪住了啊 瞪住了 往前推 现在同学们心里边可能会有疑虑 这辆使劲拽 会不会疼啊 没关系 一会儿我们有真人模特哈 再给大家试验 看看 他疼不疼 你就知道了 一般情况下 你拽到是一组头发的情况下 人是不会疼的 一根一根的拽 那他肯定会疼的啊 下面再来做第三组 第三组头发 依然是分成两份交叉 这就一直在重复这一个动作啊 如果现在同学们手头里边有模特的 可以跟着来一起练习一下 看看是不是像老师一样做的这么简单 取出一组头发 取出一组头发来 剩下的 取出一组头发来啊 剩下的往前推 这一根一定瞪住了啊 摆一个自己觉得好看的形状出来 来 让卡子 拿好你的小卡子 给它卡住 卡的时候 尽量贴着头发根卡 好 一般两个卡子就够了 再来一组 这是第四组了 两股拧绳 这个我应该是在电卷棒 一还是二还是三的时候 应该讲过的啊 两股拧绳 非常简单啊 就这样就行了 一般正常人都是会学会的啊 来 取出一组头发来 取出一组头发来 剩下的往前推 好 推完了以后 摆一个自己觉得好看一点的造型 给它卡住 今天星期六啊 我看大家来的人比较多 星期六有时间了 是吧 看这边呢 我们刚才因为 右边是给它做了一个拧拽 然后才编了 对吧 我们这边也一样啊 这边头发也稍微的给它拧转一下 让它跟另外一边是一样的 这样对称一点才好看啊 好 这一组头发继续给它两股拧绳 有没有发现 我正好分了是五组 对吧 分了五组头发 如果你的模特头 比这个 比这个头发发量还多 你可以分七组啊 取出一根根啊 看啊 一点点头发 但绝不是一根啊 绝不是一根 一组 往前推 推 推完了之后 摆一个 觉得好看一些的造型 其实我们这个 这个发型啊 过程还算是很 很简单的吧 因为它只有一种手法 但是呢 它最后出来的效果 依然还是很可以的啊 这种头发你做完了 你去参加个晚宴啊 什么的就完全可以了 就算是给新娘做的话 这个头发也够了 加个婚 加个那个饰品 或者加个胡杀之类 胡杀之类的啊 就可以了 现在呢 再来调整一下 看我今天特意穿了个白衣服啊 现在调整一下 看这边有点 这边 这边低 是吧 这边高 对吧 这个情况下怎么办呢 可以调 没关系 把这个往上拽一点 会更好看 是吧 这个高度是整好的 那就把它往上拽一点 你的卡子 这时候就是很大的作用啊 拿你的卡子 定好你的高度以后 看一下 感觉在这儿应该差不多 那就卡子给它卡到这儿 往上拽一下 卡到这儿 然后这边呢 可以给它往下来一点 互相调整一下 互相调整一下 好 现在就差不多了 对不对 我们这个 现在这个造型呢 就是我们手推花的这个 整个啊 整个手推花的造型 看一下后面 这个位置有点空 是吧 这个地方 拿你的 这个 U型卡 昨天已经说过了啊 U型卡的作用 卡一下 就可以了 然后 大家看一下后面这个 手推花的效果 就是这样的 看到了吧 整体手推花的效果 就是这样的啊 好我们今天的重点手法 手推花就做完了 好 现在我们把小份儿 我们的小英同学 让他到一边待着 然后请我们的美女 模特上场 欢迎啊 来 坐 好嘞 我们今天呢 用我们美女模特 来做今天咱们这个 新娘子的造型 她的头发呢 很长了 算是比较长的头发了啊 但是呢 发量 并不是特别多的那种 和咱们的小英同学 比起来 还差了一半吧 小英同学的发量 应该有她的两倍 算是一个比较适中的发量 咱们现在啊 一就是给她梳顺 给咱们 真人梳头发的时候 就不要那么使劲了啊 给她使劲拽的话 你可能会把人家拽疼的 如果她的头发梳不顺呢 你就要教大家一个办法啊 梳不顺头发的情况下 从发尾开始梳 用手拽住了 这样啊 拽住了一部分 使劲拽住了 然后 这样梳 一点一点一点 这边梳顺了 然后再往上挪一块 再梳 一直挪挪挪挪到头顶 这样你使劲拽的情况下 你再怎么使劲说 她也不会疼的 明白吧 这是一个梳头发的技巧啊 你千万不要她头发特别乱的时候 根本梳不顺的时候 你就开始从这梳 永远都梳不顺 而且会特别疼 清楚了吧 这是一个小技巧啊 大家记一下可以了 好 刚才我们是怎么做的呢 谁还记得第一步 估计预可同学肯定不记得啊 因为他来晚了 他没有看见前面 好 第一步 先分区 白衣服啊 看清楚一点 分区 顶区 从耳朵的上方 摩托转一下头 给大家看一下哈 耳朵在这儿 咱们从耳朵的上方 这个地方差不多 眉毛这个位置吧 眉毛上一点的位置 好 转回来 然后咱们把 头发分成顶区 然后往下走 现在呢 我们这个手是往下走的哈 往下走 好 给他扎成一个低马尾 但是咱们后面还是有头发的 看见了啊 后面是留着头发的 并不是全部给他梳没了的 好 留出适中的头发来 这一块呢 顶区的部分呢 给他梳理一下 小皮筋给他扎成一个低马尾哈 转一下啊 扎成一个低马尾 可以多转几圈没关系啊 这两天有点感冒 可能声音不是很好听啊 扎完之后 你要是觉得松的情况下 那怎么办呢 很简单很简单 拿住头发 往前一披叉 就上去了 发现了吧 这样就解了啊 好 下面这一步是什么来着 还有人记得吗 这一组 刚才流出来的耳朵上方的这一组头发 我们把它梳成一个三股变 三股麻花变 两边都是啊 如果你觉得 这一点头发有点少的情况下 这个头发觉得有点少 那你就再往后拿一些哈 他耳朵后面看一下啊 可以再往后拿一点 知道吧 根据你模特的发量来 三股变就正常的边就可以了 三股变我就不用再仔细说了吧 大家应该都会 是吧 我这个边三股变的速度呢 现在已经越来越慢了 因为给大家讲课 只能是越来越慢 太快了可能会看不清楚 我之前见过的速度最快的老师 不知道给你们讲没讲过啊 大概也就五六秒钟吧 这一根变子就完事了 就那么快的速度 变完了之后呢 因为它太细了 你发现了 这根头发特别细了 扯一扯 看着啊 扯一扯 就往来拽一下 但这儿一定要拽住了啊 你的这个尾巴地方一定要拽住了 不能拽得特别紧 但是一定要给上劲 要不然他这个头发一拽就全散开了 换一只手接着拽 大概拽得的什么样子呢 就是让他宽一点 不要让他太细了就可以了 现在看一下啊 是不是宽出来很多 然后稍微有了一点点的造型感 对吧 好了 这一根我们就完成了 现在把它这样 从头顶转到另外一边 这个动作很清楚 是不是 从头顶啊 拿起来从头顶绕到 另外一边 就这样子啊 但是现在我想 先把这边的三五遍 也给它编完 这样呢 两根头发绕的时候 你可以更看得准一些 它具体放到哪个位置合适 对不对 再喷点水 喷水的时候跟喷发酵的时候是一样的 千万不要喷到你模特的脸上 那个脖子上 因为现在是冬天嘛 喷上去以后 他可能会凉一下 会吓一跳的啊 这是一个 算是一个基本的礼貌问题吧 要注重你顾客的感受啊 同样是一根三五遍 编到最后 背景有点黑 看不清怎么编了是吧 三五遍人家不用看吧 正常的编就行了 我相信大部分女生三五遍还是会的啊 好 验完了之后你看 依旧是特别细 对吧 还是刚才的办法 我们给它拽 这样看着啊 轻轻的拽 不要特别使劲啊 特别使劲的话 它可能就拽散了 这种情况下呢 拽的时候模特是不会疼的啊 因为你并没有动她的那个头发根的头发 好 看到啊 现在是变样子了吧 然后再拽下面的 下面的也给它拽一下 好 最后你看 稍微有了一点形状啊 现在呢 两根头发一起 两个小便子 把我的便子拿回去 太二事了 可以 相互交叉 在它的头顶处 然后呢 最后 放到个子的两边 这个时候呢 你再看一看 它放到哪里合适 对吧 现在我感觉 这根辫子 放在它耳朵 这个根 耳朵根 上面的地方 是最合适的 那我就记住了 然后呢 我下卡子的时候 我就知道 应该把它固定在哪里了 就固定在这儿 是吧 这样的话 你会有地方是 吃一些 因为它有一个 你看 最后它的便子 没有全编完嘛 有一点点的 小头发丝编不进去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给它绕到这儿 绕成一个小圈圈 然后给它固定在 刚才你看好的位置上 这时候的卡子呢 你可以下明卡 是没有关系的啊 因为我们一会儿有视频 视频我们可以给它挡住你的卡子 当然如果你能下层按卡 还能给它卡住 那就更好了 剩下这一根 我这个卡子卡到了 露出来了 露出来的情况下是不行的 我们重新再卡一下哈 你看我刚才是这样了 看出来了吧 露到它耳朵上了 这根卡子 这样是不行的啊 不好看 那我们就拿出来重新卡啊 没关系 造型呢 就是一个不断完善的一个过程 明白吧 是不断完善的过程 并不是说不准你出错 而是你要知道你出错了以后 应该怎么做 好 接着这根 给它编上来 看一下啊 拿过来 放到这边 这边的时候呢 也是放在这个耳朵跟的上部 跟那边是一样的 依旧是 绕在手上 啊 绕成这样以后呢 从手上拿下来 拿下来 它自动就会变成一个圈了嘛 对吧 就跟你的戒指是一样的 然后呢 固定在这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呢 固定的时候呢 这两根小辫子 在头顶上都稍微紧一点啊 卡子卡住就可以了 好 现在前面的头发咱们已经完成了 下来呢 就开始做后面的造型 它前面这个刘海留着就可以了 我们因为本身就要有刘海的 好 这样 这个样子可以了 下面怎么做来 两股续发 还记得吧 两股拧绳续发 好 先取一组头发 从它耳后取一组头发 分成两份 对吧 是两份吗 能看清楚是吧 好 我们的小鹰在后面直勾勾的看着某一个地方 转两圈 转两圈以后 从下面 小手指从下面勾一流头发上来 加进去 看到了吧 这是跟咱们那个蝎子辫是一样的啊 看啊 现在就是 又转了一圈了 对吧 转了一圈了 再勾一组头发上来 加进去 好 再转一下 再勾一部分 勾到什么时候为止呢 勾到你的脖子跟脖子中间啊 中间这个位置为止就可以了 开始转圈吧 一直转到最后 咱们美女的头发是今天刚洗过的啊 如果你出去给新娘做造型的情况下 因为她洗的太顺了 有的时候你的造型可能 做的并没有那么顺手啊 可能会有一些费劲 那个时候呢 你可以提前给新娘打个招呼 你告诉她 做造型的前一天可以不用洗头 稍微有点干干的时候啊 稍微有点毛有点干的那种情况下 你做造型是最好的 太顺了的话 你可能会有一些吃力 明白吧 好了现在 已经说完了 说完了怎么办呢 交给新娘同学看一下啊 拿出一组来 从这个发尾揪出一组 一小组头发 剩下头发往前推 看到吧 往前推 这一根留着啊 这不是一根啊 这是一组啊 剩下头发往前推 实际往前推 现在我们可以问一下模特 你现在疼吗 他是没有感觉的 知道吧 因为你这个手这掐着呢 使着劲呢 他是绝不是疼来的 你这样现在使劲拽 他也是不疼的 看吧 我现在这种手是拿着这个 拿着这一柳头发的 他依旧是不疼的啊 你就往前拽就行了 不要担心这个问题 好 已经拽到 已经拽不动了啊 好了 停住 开始做你的造型 给他摆出一个 你觉得好看一些的 样子来 好 摆完之后 拿卡子 卡住 卡在这个马尾的上面啊 刚才这不是一个马尾吗 卡在马尾的上面 下卡子的时候 千万不要这样 直直着他的头皮啊 他的头皮直着长 会叉到头皮的 会很痛的 斜着 他头不是一个圆形的吗 你在他表面 跟他形状走 不要跟他顶着 顶着干啊 那样的话 卡一下肯定疼 还有之前给大家讲过 这个卡子 不是有前面两个小圆头吗 看一下 这两个小圆头 如果掉了的话 他光是那个卡子尖了 那个铁片的 那种直接就扔了就行了 就不要了啊 那个玩意卡上也是很疼的 好 这个做完了 然后咱们做另外一边的 依旧是拿出一组头发来 分两份 两股续发 好 接着转 转到他的脖子根中间 脖子中间这个位置 就可以了 然后一直梳到最后 最后呢 取出一小组头发来 剩下的往前推 推 推的时候 只要你前面头发拿住了 你就使劲推就可以了 但是有可能 像我现在这个情况 已经推不动了 推不动了怎么办呢 你要是觉得能接受 你就继续再往前走一走 后面呢 再留出一点往前走一走 不能接受的情况下 你就全部 重新给他捋直了 重新来 看 现在如果觉得你这个形状 不能接受了 那你就重新来 其实我这个还是可以的 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情况 因为你刚开始的时候 就有可能出现这个样子 就推不动了 推不动了 怎么办呢 你就直接 停手 重新来 因为咱们模特今天头发 真的是特别顺 这种可能 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 而且你第一次推的话呢 他就怎么说呢 你那个力度掌握不好吗 什么情况都能发生 你不要急早 不要使劲推不动了 我还一定要推 一定要推 你干嘛那么直说呢 对不对 重新来一遍 从头开始一下 说不定一切就会有转机 好 一直推到底 推到底以后 像刚才说的呢 开始摆你的造型了 依旧还是要在他这个马尾这个地方啊 还是给他摆在马尾处 可以更往他的右边一点 因为刚才马尾正中间更偏左的地方 我们摆了另外一组了 对吧 然后现在就可以跟他交叉叠一下 然后拿卡子卡住 好 两个卡子基本上就可以了 剩下怎么办呢 还是转过来吧 靠着咱们的白墙看得更清楚一些啊 更接近点白墙嘛 这种情况下 能看得稍微清楚一些 剩下头发呢 我觉得他的头发 我分三份 应该就可以了 分三份啊 好 第一份开始 跟刚才的动作就一样了 分一开始 那个手推花的就一样了 对吧 转到最后 一个手推花 这个头发呢 转的越少 推的就更容易一些 知道吧 不要转特别多哈 越多越不好 越不好推 摆的时候呢 你看哪里缺 你就摆到哪里 现在它是在这儿 离着它不够根 它有这么一大块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摆到这儿 对吧 这样更饱满一些哈 整个形状 一定要根据你当时的情况来 让它摆出来怎么好看 怎么饱满 怎么来 不要乱摆哈 也不要太乱了 你摆了 虽然我说不规定花是什么形状 但是它这个位置 尽量的我们还是要好看一些 好 第二组 再转一下啊 依旧是 转起来 转到最后 抽出一柳柳来 剩下的往前推 推 推到底 推不动了为止 然后 转出一个你喜欢的造型来 尽量的让它好看啊 我们这个造型呢 开始的时候 可以给它 那个拿卷棒 给它卷卷头发的哈 可以稍微给它卷一下头发 好 因为我们之前电卷棒的课上了那么多 你也不能全部都忘掉啊 是不是 尽量呢 你有时间做的情况下 你就当练习的了 再给它 再给你的模特 卷一遍头发 最后一组 头发卷出来以后呢 你可能抽丝的时候 出来的效果 可能会另外 是另外一番风味啊 你可以试一下 应该最后的造型 差不多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呢 你看它现在的发围 依旧是直的 对吧 如果你卷了的话 它现在就是一个弯的状态 弯的状态 最后就再露出来的话 它也是个弯的 还是会更好看一些 对不对 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 做这个造型的时候 可以先卷一下啊 你看这样拽是没有关系的 你这个地方一定要吃上劲哈 我先推 这样拽是没关系的 它是不会疼的 因为你拽的只是这一段 半样吧 只是这一段 你并不是在拽它的头发根 所以它不会疼 不要担心啊 最后这一组呢 就堆在 它耳朵根部的地方就可以了 因为这一块也是没有头发 堆在这儿会更饱满一些 今天这个造型呢 我们即将就完成了 同学们 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 现在可以提问了啊 好 最后呢 我们再来稍微的调整一下 看一下嘛 后面现在的效果 最后呢 我们可以再来调整一下 因为新娘妆最重点的 是前面 我讲过 对不对 很少有人会趴到新娘的脑袋后面 去看她脑袋后面是什么样子啊 但是呢 你后脑勺 始终拍照啊 或者什么的时候 你也是会露出来的 它这个造型还是很重要的啊 好了 现在我们看一下前面 前面现在已经做完了 当时说有刘海是要怎么做来 弄出来给它烫一烫 还记得吧 正好我们的模特儿今天 给它梳梳点刘海来 还记得我教给大家怎么弄刘海吗 对吧 我们今天用我们的小号电卷棒就可以了 好 等一下啊我先插上 好 好了 好了 这个 插头离得稍微有点远啊 不好意思 好 现在打开了 最高了 已经是最高了 我们等它一会 之前有朋友问过 这个刘海怎么烫的事 我当时也讲了啊 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记得啊 这样刘海的时候 跟其他的头发其实差不多 跟顶区的头发是一样的 然后是要给它蹬住了这一根 然后往上拽着来 这样往上拽着 下啊 我现在再给大家演示一遍啊 拿住刘海接近根部的地方 往上动 拽着下来 这种呢 你看它一下子就捧起来了 是不是 你看 一下子就捧起来了啊 但是我们今天 不是为了让它捧起来 是为了让它 有点弯曲的感觉 所以我们要给它烫一下 就正常的那种烫头发啊 让它有点卷 发现了吧 就有点这种卷 就这种小卷卷 发现了吧 把它旁边的这些也都一样 把它旁边的这些也都一样 给它做一点小卷卷出来 一地绕 看好了这个距离啊 千万不要碰到人家的脸 这一下子下去 你可能你的职业生涯就完蛋了 这个地方也是很重要的啊 看一下啊 这个地方耳朵前面这一点点 这卷好看了也是非常漂亮的 看一下啊 现在呢 其实应该有点那个酒精胶 你知道吧 拿酒精胶给它贴到脸上 这样子就非常漂亮了 就很有那个旧上海时候的那种感觉了 发现没 它那些人呢 那个卷也都是这么出来的啊 卷这个卷的时候呢 就跟我们正常的去做小卷的时候是一样的啊 好 你看这个小卷的就出来了 立马另外一种感觉就有了 是吧 本身我们的模特长得就很好看 就算是只有几根的情况下 我们这个也是可以做的 是吧 好了 现在呢 看一下啊 我们两边的头发 这个刘孩 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就要它这个效果 做完了以后 我们的电眼帮放一边了啊 记得吧 放到够不到你也够不到模特的地方了 下面我们开始带我们的视频 今天准备的视频是这个小花花 我们做的是花仙子的造型 还记得吗 好给它夹上就行了 因为这个花呢 它后边是又一个夹子的 看到了吧 这个铁铁铁片的这个 咦 咦 这样也能看见啊 看 这个样子的 发现了吗 可以再往这边来一下 如果有三个的话 那可能就更好了 是不是 往这来一下 好 我们现在这个造型就算完成了 可惜它穿了是一件黑色的衣服 如果它今天穿的是个婚纱的话 可能就更漂亮了 对不对 然后 把这个 叶子再给它卡下去 可能会更好一些 是吧 是吧 现在就是这个样子 什么就你啊 好了 我们今天的这个造型就是这个样子了 看见了吧 我们的刘海 是给它卷了一下 对吧 卷成了一个圈的样子 然后这边也是 这两个都是 就我们做那个小卷造型的时候 那个卷 就卷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明白吧 好 我们今天的课程呢 就讲到这里了 再看一下后面 给大家转一下 看一看 不是就你一个人 是大部分同学都已经走掉了 他们没有坚持到最后 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可能是老师太没有魅力了 来 喷一点发酵 可以了 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点进来 是因为我们的课 现在已经快完了 已经结束了 知道吧 哈哈哈 好了 我们今天的课呢 就这样了 希望同学们 你来晚了吗 是吧 来晚了没有办法 你就再回去看一下重播吧 看一下我们的回访啊 教的大家这个造型是怎么做成的 仔细看一眼 然后呢 再把作业交上来 好吧 很简单呢 我们做的时候可以没有这个头饰 但是呢 我们整个造型你是要有的 明白吧 好了 同学们再见吧 明天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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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见